那如果坐不下的話 有些人就擠在門邊 擠在門外面 這樣子 那那個龍邊那邊的 那個客廳那邊也有 有時候老師也會在那邊上課 那這裡的從事 所謂的學堂 所謂的教育功能 是一直到 民國45年左右 因為公學校教育制度 各方面漸漸完備以後 這裡作為學校的功能就消失了 就沒有再作為學校 就純住宅 那在這之前的話 他就是住宅家學校 就是私屬 那我想 我先 這廁所在這邊 如果等一下要上廁所往這邊走 然後廚房在那邊 廚房那邊也有大罩 如果你們要進去看的話 也可以進去看 然後我想 那個 我先簡單介紹到這邊 然後讓你們給你們一點時間 你們去看看 在這老房子穿梭一下 去感受這一個 這個百年的老屋的這一個氛圍 好不好 那我先簡單介紹到這邊 好 謝謝各位 那我先簡單介紹 你應該可以進去看 師父 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